电神怒 一剑格式 烟藏风在自然雷电的加持下 终于用出了天翼四项角的最后一式电神怒 战力达到了此生的巅峰 他以极快的速度冲向人迁行 对上了人迁行的一剑格式 可出乎意料之外的是 烟藏风即便是用出了电神怒 也依旧无法击败人迁行 只是勉强拼了一个两败俱伤 更加不妙的是 人迁行的伤势明显更轻 提前烟藏风一步站了起来 终究是我赢了 人迁行使用一剑格式过渡 遭到了一剑格式的反噬 只好封住自己的穴道 这才避免了当场暴毙身亡 一味地追求威力 而忽视了自身所能承受的极限 连关于天都不敢愿意一剑格式 再加上魔剑的推波助澜 人迁行 你已经走火入魔了 鸟如神已经看出人迁行走火入魔 内力若是不能及时宣泄出去 就会经脉禁断暴体而亡 自封穴道虽然可以暂时保住功力 可一旦无法强行压制 人迁行只会死得更惨 鸟如神最善于借刀杀人 眼见人迁行已是强弩之末 可未必没有还手之力 于是鸟如神示意逍遥狼 趁着人迁行还剩最后一口气 杀了人迁行屁酒中先报仇 可让鸟如神没有想到的是 逍遥狼装模作样地来到人迁行的面前 放出狠言要杀了人迁行屁天行道 结果却突然一个回手掏 用出千里边雷偷袭了鸟如神 鸟如神对逍遥狼没有任何防备 一时之间受伤不轻 逍遥狼 你怎么可以这么做 我做的没错 逍遥狼装神 你设计杀了我神说赛话 我 又利用我 杀了对我恩仲如山 就我边坊的皇府长恨 最后 他逼我杀无心 你跟贾民俊应该撕下来了 你才是苍蝇宝的大当家 逍遥狼揭穿了鸟如神的真实身份 说出他就是苍蝇宝的大当家 可鸟如神对燕藏锋恩仲如山 又是燕藏锋父亲的结拜兄弟 这让燕藏锋一时之间难以置信 如今人千行走火入魔 燕藏锋身受重伤 鸟如神索性不再隐瞒 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鸟如神告诉燕藏锋 这一切都是他的阴谋 目的就是为了生死其宝藏 当今世上 除了燕藏锋和人千行 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现在两人两败俱伤 他离成功就剩下一步 燕藏锋文言十分痛心 表示他将鸟如神看作唯一的亲人 鸟如神为何要如此对他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了得到生死其宝藏 鸟如神整整布局了25年 他先是暗杀了自己的师父天机25 紧接着又前去投靠了 刚刚起步的关玉天 帮助关玉天打下江山建立至尊盟 而鸟如神不是真心的辅佐关玉天 因此偷偷地成立了苍蝇堡 四处招揽人才壮大势力 随后鸟如神结识了燕藏锋的父亲燕中阳 并与燕中阳结败为兄弟 设计让燕中阳攻打神火教 夺取神火教的圣物千灵祁谱 原来你是利用我爹来拿千灵祁谱 没错 这是我没有想到 没将千灵祁谱交给关玉天 更没交给我 你爹到此都不肯说出千灵祁谱的笑 我只好送他上几天了 你害死我爹 你禽手不如 鸟如神说出了一个更加恐怖的真相 原来他才是杀死燕中阳的真凶 不仅如此 鸟如神认为燕中阳害他失去了千灵祁谱 又算出燕藏锋是天命之人 决定好好地利用燕藏锋 于是在鸟如神的安排下 燕藏锋周旋于赫连霸和关玉天之间 让这两大霸主先后陨落 自己则是坐收渔翁之力 一切都在鸟如神的掌控之中 他猜测燕中阳将千灵祁谱交给了百里去恶 可却没想到百里去恶 又将千灵祁谱送去了死心门 然而即便是这样 事情依旧在鸟如神的掌控之中 可怜霸被关玉天所杀 关玉天又死在败鱼儿手上 燕藏锋和人千行两败俱伤 他鸟如神成为了最后的胜利者 鸟如神 你不用太得意 还有我呢 就连皇甫长恨都让我杀了 你算什么东西 如果再加上我们 是不是会让你感到不安呢